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谢娜向赵丽颖借钱 却遭到了意外拒绝 赵丽颖回应让人被感意外 曾经有一次 谢娜在录制节目时 迫切地给好友赵丽颖打电话请求借钱 然而 赵丽颖听到这个请求后 果断挂断了电话 这一幕尴尬的场景让谢娜感到很难堪 尽管谢娜在节目中声称与赵丽颖的关系很亲密 但在场的嘉宾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突然 有人建议谢娜立即给赵丽颖打电话借钱 看看她的反应 谢娜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 对于别人对她说话的方式的怀疑感到非常不开心 于是 她拨通了赵丽颖的号码 然而 让她完全意想不到的是 赵丽颖听到借钱的请求后立刻挂断了电话 场面更加尴尬了 谢娜真希望自己能找个地方藏起来 幸运的是 其他人帮忙解围 减轻了谢娜的尴尬 后来 谢娜和赵丽颖一起参与其他节目录制时 谢娜主动提起了这件事 这时 赵丽颖解释说 我根本就不相信谢娜会向我借钱 她怎么可能会缺钱呢 她有那么多粉丝 每个人给她一块钱 就能凑成一个亿 赵丽颖的话巧妙地说明了她为何挂断电话 并称赞了谢娜的高人气 谢娜听到别人对她的赞美 非常开心 自然也不会生气了 这个故事不仅有趣 而且深含着重要的意义 她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 有时也会因为误解而产生尴尬和误会 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沟通和相互的理解 2.股掌 看星辰大海推荐人的条件 才知道赵丽颖比大家想象的更优秀 前几日 电影容媒体中心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信息 赵丽颖推荐青年演员王子薇 赵丽颖表示 她和王子薇是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相识的 王子薇在剧中饰演明蓝身边最贴心的小桃 憨厚可爱 王子薇在表演上很有感受力 节奏自然松弛 赵丽颖希望王子薇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参演更多的作品 饰演更多的角色 让观众看到她的表演 我们期待王子薇在未来的道路上破浪前行 带来更多的作品 开启全新的篇章 赵丽颖推荐王子薇加入星辰大海计划 她表示两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希望这份情意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之门永远存在 他们是明蓝和小桃 赵丽颖是王子薇的推荐人 大家纷纷感叹 赵丽颖凭借自己的努力 从龙套小配角一路拼搏 没有背景 只有自己的努力在娱乐圈立足 她深知小演员的机会是多么宝贵 经历过风雨的人 更懂得为他人遮风挡雨 当我们看到电影频道 荣媒体中新发布的星辰大海推荐人的条件时 才发现赵丽颖的优秀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个条件要求推荐人必须是资深导演或演员 国家级专业院校 知名经纪公司等专业机构或个人 赵丽颖在电影频道荣媒体中新的表现非常出色 让人赞叹不已 她不仅仁美心善 还非常懂得提携后辈 其实 这并不奇怪 因为她已经是一位资深演员 并且在业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因此 她能够被推荐为星辰大海的一员 这也是对她优秀表现的最好证明 赵丽颖 一位备受业内认可的资深演员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多部爆款电视剧的主演经历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业内的高度认可 在过去的六年里 她主演了六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 并且八次获得了各大卫视的年度收视冠军 此外 她还获得了两次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奖和两次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赵丽颖的作品精湛 演技出众 观众对她充满信任 品牌也十分青睐她 因此 赵丽颖是一位持力与流量并存的国民演员 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业绩 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曾经的她有着征服星辰大海的雄心壮志 眼中闪烁着光芒 心中怀揣着梦想 勇往直前就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如今的她 已经成为年轻演员的引路人 为更多的新生力量加油鼓劲 助力他们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成功 赵丽颖是一位备受认可的资深演员 她的推荐人身份也让人感到惊喜 虽然她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演员 但她的外貌仍然显得非常年轻 希望你们能够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成功 实现自己的梦想 拥有属于自己的闪耀时刻 女王降临 一句话总结 我们女子是最优秀的女子 祝我们的银宝开机大吉 祝我们的王子薇小姐姐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两个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